法聚经 第一品 双品 第二季 心是所有法的先导 心是所有造作的主脑 一切都是心所造作的 人若造作生 口 意 善业 一定有乐 如影不离形 马达卡达里是个年轻的婆罗门 他的父亲非常吝啬 从来不布施 即使马达卡达里是独子 但身上所带的首饰 也是父亲为了省钱而亲自打造的 所以当他患了黄胆病时 他父亲也不请医生来治病 终于使他病入膏肓 他父亲知道他快要试试时 叫人把他抬到走廊去 以免来家里的人看到他父亲的财富 当天早上 佛陀出禅定后 透过神通看见马达卡达里 躺在走廊上 所以当佛陀与弟子到社会城去化园时 就走到马达卡达里家门口 向马达卡达里放光 吸引他注意 这时候的马达卡达里非常脆弱 所以看见佛陀时 只能向佛陀表白信仰佛教的心意 但也因此获得一些幸福感 而这就足够了 当他内心充满对佛的信心而逝世时 便往生至道立田 当他在道立田 看见父亲在墓地为他哭泣时 化身恢复原来的形象 出现在墓地 向父亲说他已往生道立田 并劝请父亲亲近佛陀 布施并且听佛说法 他的父亲便遵照他的话去做 佛陀说法后 有人就问 人可不可以只在心灵上信仰佛法 而没有任何慈善行为 也不持戒 就可以往生道立田吗 佛陀就请马达卡达里现身 马达卡达里于是从道立田下来 亲自向他们说他已往生道立田了 听完他的话后 大家才确实相信马达卡达里 只因为内心归因佛陀就获得往生道立田的荣耀 听完佛陀说法 他父亲从此明白佛法 并把大部分的财富布施出来 此篇是佛陀在不同场合说法 用来说明善恶业不可避免的业报 人会受到过去和现在所作之业的影响 而在现在或未来适当的时间受此业报 人必须为自己的幸福和悲惨负大部分责任 人为自己造作天堂或地狱 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只有人才能拯救自己 佛法教导是人要自我负责 也主张因果报应 人造作业 会受业报 但人有解脱的可能